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比赛中走出来的港姐绝大部分都是美女 并在随后投生于演艺圈 比如被誉为最美港姐的李嘉欣以及蔡少芬等人 此后都成为了香港演艺圈最靓丽的风景线 不过世界都有两面性 港姐中也是有很多长相不太如人意的 比如今天我们的故事猪人公陈妙英 陈妙英在1993年获得了香港小姐的头衔 并且在比赛中获得了前五名和最美丽 相众人大奖的荣誉 不过坊间对于这个港姐似乎观众不认证 因为陈妙英正处于当时 幼者王祖贤 李嘉欣 钟楚红等 一众优秀港姐的90年代 她这样相貌相比之下更像是普通人 因此也被坊间戏称为最丑港姐 当时陈妙英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位富家小姐郭可颖 虽然观众都觉得陈妙英的脸长得不够精致 但偏偏就是入了评委的心 凭借着独特的魅力和气质拿到奖项的陈妙英 参加完比赛的第二年就潜在了TVB旗下 也就是这一年陈妙英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在第一部电视剧中她饰演了一个小配角 1996年陈妙英在张卫健那一版的《西游记》中 饰演一个女妖精 也就是白骨精 这个角色还是一如既往的狠毒 但陈妙英却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西游记》之后 陈妙英又搭档欧阳振华演过《喜悦录》 《聂丰》以及《金玉满堂》里的《星小小》 可以看出TVB在她身上花了不少功夫 幸运的是TVB在她身上的付出是值得的 后来她出演的《五头东宫》广受大家的好评 成为当时热门的影剧 直到现在这部影剧也是让人津津乐道 也许陈妙英没有一张大众喜欢的脸 但这绝对不影响她的魅力 事业大红大紫的她 就连当时一位想当当的黑帮老大陈妙英 也拜倒在她十六群下 不怎么看港剧的朋友 不会了解这个名字 但你只要看过《古惑仔》就一清二楚 《古惑仔》中陈浩南 现实生活中原型 其实就是这位黑帮老大陈耀星 可想而知 她当时的名声有多庞大 在黑帮也是说一不二的 两个人的相识相知 在外来人看来也是撇破眼镜 他们就像电影中陈浩南和雅女恩爱如初 陈耀星虽然是黑帮老大 手下有众多小弟 但她在陈妙英眼里 就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朋友 好景不长 陈耀星在意外中不幸身亡 陈妙英痛苦不已 不再留恋于演艺圈 开始转型到商界 现在的她在商场混得可谓是 风生水起 不仅创立了健康国际有限公司 而且还涉水饮食业 在香港有不少餐饮门店 在商场上远远比演艺圈要成功 大家都知道 创业其实那么容易的事情 而陈妙英之所以那么成功 除了资深的因素外 还要从另一座考山开始说起 这座大山要钱有钱 要名气有名气 她是谁 她就是被大多数人所知的 玩具大亨蔡志明 比起刘鸾雄李嘉诚等人来说 蔡志明的名字并没有像他们一样 很多人都知道 但在2019年的福布斯榜上 香港十大富豪中就有蔡志明的一席之地 蔡志明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光二代 只是在玩具场做过推销原始 蔡对这个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27岁的蔡志明便成立了续日实业 五年内便从12名员工发展到了300多位 之后蔡志明又去国外进修 拿下了工商管理学 学士及硕士学位 后来又取得了管理学博士学位 两人的相遇就是在一个酒吧里相识的 遇见蔡志明之前具有商业头脑的陈妙英因为炒房在九七金融风暴中输得一败涂地 蔡志明是商业大佬 而陈妙英则是商界小白 既然有心经商 陈妙英就虚心请教蔡志明 包括如何投资物业之类的 既然陈妙英很有头脑 蔡志明不光教他 还投资千万和陈妙英开了补习社 与此同时 陈妙英的商业头脑现现出来 俗话说身边站着一个商界大王 怎能愚笨 在蔡志明的帮助下 他有了第一家健康产品公司 请来众多明星为自己代言 比如熊拜领 吴君如等 明星效应无非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陈妙英很从慧 时隔多年 这家公司步入正轨 而陈妙英孤注一掷 把公司出售 竟收获六千万港元 陈妙英拿着辛辛苦苦所赚的 第一桶金投胜于餐饮行业 随之成立江南美厨 连锁餐饮 不到一年 陈妙英凭借自己的聪明头脑 和有心经营 前前后后开了五家分店 蔡志明看到陈妙英如此聪慧 沉热打铁 在他的指点下 陈妙英涉足多个领域 获得丰厚回报 随着两人商业上的珠连闭合 又一块开了酒吧 办了化妆学校 当然感情上有了突破 两人不断合体出席活动 置办了各种店面 慢慢的两个人的关系 变得有些暧昧 可是蔡志明是有妇之夫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 三个女儿 但是这些陈妙英并不介意 她还经常去蔡志明家里玩 甚至过夜 蔡志明的原配妻子李慧丽 在陈妙英出现之前 已经为蔡志明生了四个子女 让人吃惊的是 陈妙英的插足 并没有引起蔡志明和李慧丽的 家庭产生电视剧班 激烈的小三夺取正宫权位的剧情 相反李慧丽与陈妙英 还成了好闺蜜 在许多商业活动上 他们三人同时出现 并且还交往得十分密切 更夸张的是 当时李慧丽的幼儿园开业时 她还邀请了陈妙英和老公蔡志明 一同出席在现场 他们一起剪彩 三个人一同站在台上 对着镜头一团和气 从那以后 蔡志明就开始明目张胆地 带着陈妙英出席公众唱和 有了蔡志明的支持 陈妙英的生意 做得更是顺风顺水 2006年 她成为了拥有一万身家的富婆 22年来 陈妙英一直是蔡志明的轰颜知己 外界的人都能看出 她是蔡志明的二房太太 然而这么多年来 却没有得到一个正式名分 她也没有为蔡志明 生得一儿半女 听说陈妙英向李慧丽保证过 绝对不会为陈志明生子 也许因为陈妙英的这个承诺 让李慧丽十分安心 陈妙英和他们的子女 也相处得很融洽 如今 陈妙英霸占人夫 已经有22年 已经48岁的她 早已经过了一个女人的 最佳生育年龄 有人认为 她没有子女 就是插足别人婚姻的代价 不得不说 远配李慧丽和陈妙英的相处模式 是平常女人无法做到的 富豪的感情生活 我们也摸不透 都说子肥鱼 年之鱼之乐 虽然陈妙英无儿无女 截然一身 但却作用亿万身家 年轻武师还包养得非常好 与此同时 她内外兼修 更是获得美国加州哈姆斯顿大学 颁授了荣誉博士学位 作为港姐中的传奇人物 陈妙英算的是当之无愧的逆袭人物 如果说遇到蔡志明 对于陈妙英是幸运 那对于蔡志明来说 可能是不幸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当时蔡志明已经是 家有妻子儿女的男人 上有老 下有小 儿女一堆的家庭背景 正常的女性应该都会选择退出 但是陈妙英不同 光明正大的选择了 做了人家的小三 使得不少媒体预言 她会成为第二个干笔 但是从现在看来 陈妙英成为第二个干笔 已经没有可能了 她和蔡志明一起 已经经过许多年 但是很可惜的是 彼此之间无儿无女 她在蔡志明心中 是否拥有地位也不得而知 如今拥有的这一切 是否是她本人想要的 实在让人好奇 当初的最美港姐 到如今的 无儿无女 还是别人小三的女人 曾经有着巅峰事业的 大好机会 美好的未来 影视道路 却选择了和影视 没有关系的商业 不幸地遇到了金融风暴 导致一无所有 后来遇到现在 不能给自己名分的男友 这样的故事 只能说是自己的选择 天下没有后悔药吃 如果当初能够正确地 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可能今天就是另一番成就 当年不跟着玩具大亨 蔡志明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 想必现在已经是别人家的老婆 孩子的母亲了 做过大哥的女人 获得过港姐第五名 混过演艺圈 征服富豪 经商成功做女老板 在陈妙音的人生中 似乎一直都很顺利 不过每个光鲜的背后 都有不为人知的辛苦 说了那么多 只能怪自己当初的选择 美好的未来道路 最后却选择了一条 平凡中但有不平凡的道路 只能说男朋友从大哥 到商业大佬 陈妙音很会选人 从江湖大哥的港姐女友 到豪门大佬的红颜之际 她还是她 香港TVB美女如云 可在活摄生香之中 有一招不算标准美人的面孔 一定留存在TVB剧迷的记忆中 陈妙音 宽脸 细眼 厚唇 可偏就独特到 让人一眼难忘 她曾与欧阳振华合作主演 多部惹播剧 一度恍若官配 她还是西游记中的白骨精 爱恨痴缠 与千叶太子一段求而不得的爱情 成为该剧著名的义男品之一 可是近20年来 陈妙音却甚少在荧幕上出现 殊不知她早已华丽 转身为亿万女霸总 陈妙音是在1993年选港姐出道的 选美比赛结束后 陈妙音便签约了TVB 出道第二年就出演了陈宗玲和郑一剑主演的《婚姻物语》里的女二 这里要说个题外话了 众所周知 郑一剑最经典的角色便是《古惑仔》系列的陈浩南了 而这个角色的原型正是 邢义安的骨干被称作《弯仔之虎》的陈耀星 他也是陈妙音的前男友 陈耀星当时卷入梅姑被打仪式 在澳门遭遇伏击意外离世 那时这是陈妙音选美出道的1993年 到了1994年 陈耀星的《身评》被搬上了大荧幕 片名很直白 就叫做《罪生梦死之弯仔之虎》 而陈妙音在里面本色出演了女友的角色 自此那段江湖儿女情 便也就彻底落下了帷幕 1996年 陈妙音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他不仅作为女一号和欧阳振华一起出演了《天将财神》 还在张卫健《江华版》的西游记里 成功演活了不一样的《白骨精》 他是第一次演反派 非但未遭观众厌弃 反而被大家赞赞 不仅可以驾驭反派 陈妙音演起正面角色也是颇有英气 1998年的港版《花木兰》就是由他主演的 有了《花木兰》这一经典角色傍身 进入1999年 出道6年的陈妙音 终于进入失业的巅峰期 一连好几部热播剧 全部都是女主角 不过要说陈妙音的代表作 应该还是2002年的《无头东宫》 这本事部不被看好的TVB仓底剧 谁知却凭借着陈妙音和向海兰的两人实力换脸 成功逆袭上位 狂懒收拾 只不过无头东宫也就此成为陈妙音 在TVB的绝唱 好不容易熬成主角 怎么就要离开了呢 原因说来颇为心酸 因为30岁的陈妙音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TVB的拍摄强度是人所共知的 陈妙音因为日夜感谢缺乏休息 早已经是五劳七伤 背部更是留下了严重的伤病 健康亮起了红灯 尽管陈妙音自己想趁着事业的高峰期 再多演几部戏 多留下几部经典作品 但是身体发出了警报 不得不令她另谋出路 她的演戏人生就这样戛然而至 吸引之后身材较好的陈妙音 开始接拍美容媒体产品的广告 也因此对这行萌生了兴趣 经过一番考量后 她拿出了多年的积蓄 和朋友一起开创美容化妆学校和健康产品公司 华丽丽转身做起了商界女强人 因为读书不多 又毫无做生意的经验 陈妙音转行后的每一步都要从头学起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上美期了 2005年她因为工作压力过大 身材一度走行发胖 却被陈妙音相众作戴延人 经过三个月的瘦身丰凶疗程 少美其可谓惊艳蜕变 就连事业也重新大开了新局面 这广告效果自然不言而喻了 然而原本是互利双赢的合作 最后却闹得不欢而散 当时刚好 郑一剑与梁永奇爆出分手传闻 而作为著名前任的少美奇 自然免不了被频繁提及 陈妙音不顾少美奇反对 多次将两人西日恋情摆到台前 当作吸经典 几次三分后 少美奇终究还是恼了 待到合约期 到期后便结束了这段合作 用代言人的热点话题做文章 确实惹人不快 但作为商人 借是营销 却也无可厚非 这种商业思维 或许也是陈妙音 能够迅速从演员转型到商人的原因之一 2006年陈妙音获得了 美国加州哈姆斯顿大学班授的 荣誉博士学位 还拿到了世界杰出华人奖 不仅如此 陈妙音把一手创立的健康产品公司出售 竟赚了6000万港币 然后她拿出2000万进军餐饮界 创办了江南美厨 并在一年内便开设了四家连锁店 又是一次相当漂亮的转身 另外房产酒吧 补习机构等不同投资领域 陈妙音均有涉猎 多年来靠着生意和投资 早已挣得盆满钵满 根据估算 她的身家已经过亿 不过呢 从落雪港姐到美艳霸走 陈妙音的神奇人生 也有个绕不开的名字 这个名字就是蔡之明 正是香港赫赫有名的玩具大王 2008年陈妙音接受杂志采访时 也特意公开感谢了陈志明 说她做生意是蔡先生给的机会 还给了自己很大的自由度 两人很有默契 她也是自己的伯乐 自己也很崇拜她 可是港岛富豪和女明星之间的 辅助帮衬 终归是透露着点暧昧 先来认识一下这位香港的玩具大王 虽然名头不如李嘉诚 李肇基 赌王和大刘响亮 但是在2020年的福布斯榜上 蔡之明可是以67亿美元的身价 实打实的机身 相将十大富豪 早在90年代末 蔡之明就已经连续三年 入选资本杂志的华人富豪榜 而迈入千禧年后 她的投资更是涉及医疗 教育 汽车业 名下物业30多座 而相差25岁的蔡之明和陈妙音 绯闻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 勾在门曾拍到蔡之明 出入陈妙音住处的照片 尽管双方都未做出回应 但两人的关系 早已经是圈内公开的秘密 对待陈妙音 蔡之明出手也是极为大方 从1999年开始 陈妙音先是花700万 以私人名义购入俊锦园 房产一处 后又与木青一起投资 455万在大围买下两个铺位 此等手笔可不是当时 只有60多万年薪的TVB演员 能够做到的 此外陈妙音刚离开TVB 接拍的那个美容产品广告 又爆料称蔡之明 就是母后股东之一 才会给陈妙音开出 高达7位数的天价代言费 后来陈妙音创办的 健康食品公司 所在地址也是蔡之明 名下的物业 而且这些年 两人也时常一起出入饭局 共同合作生意不在少数 身价狂涨这20年 做插足情人 也就成了陈妙音身上 不可回避的黑点 蔡之明在外面 提携红颜知己 家里可是又相恋 50多年的原配正式李慧丽 李慧丽与蔡之明 一共生育了4个孩子 颜值之高 堪比韩国三性家族 然而对于陈妙音的介入 李慧丽的反应 也绝对称得上是 原配正式的异类 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不指责不驱赶 媒体面前仿佛从来没有这回事 还极力地维护蔡之明 称相信她的人品和分寸 2000年 李慧丽投资创建的幼稚园开业 还大大方方地邀请了 陈妙音做剪彩嘉宾 甚至与陈妙音和蔡之明 合作开补习社 她也是股豆之一 而且持有的股份 也是和陈妙音相同 是不是令人不可思议 当然也有好事记者问及 这种三人同行的画面 会不会觉得尴尬 可人家蔡太太压根不接招 只说大家都是朋友 经常一起吃饭而已 过了郑公娘娘的眼 陈妙音与蔡家的往来 也就不再遮掩 不仅多次出席 续日集团的活动 也经常会陪同蔡之明交际出游 2004年 蔡之明和朋友 合开的日本餐厅开业 陈妙音和李慧丽 均到场出席 但当天陈妙音却比李慧丽 还要向女主人 全程都在帮忙打点招待 还教蔡家长女蔡家敏 如何应对记者提问 还有2011年 TVB监制梁家树女儿 梁静琪结婚 蔡之明也是携同 陈妙音一起出席婚宴 这两人虽无实际名分 但据说不少蔡之明的朋友 都直呼陈妙音为二太太 更神奇的是 蔡家不但原配李慧丽 气量惊人 蔡家几位子女的反应 也是同样淡定的超出肖像 张绿蔡家敏说 妈妈起初听见 爸爸和陈妙音的绯闻时 也很不开心 但是很多事情都不是真的 解释清楚就没了 小儿子蔡家赞 在2011年的时候 还带着女朋友汪媛媛 也就是曾子丹的小姨子 一起陪爸爸投陈妙音 到澳门看球 气氛一片祥和 今年48岁的陈妙音 一直未婚 做了蔡之明22年的好友 还能与蔡家正宫和子女 关系融洽 也不知究竟是 她的魅力非凡 还是玩具大王 斡旋之功 亦或是李慧丽 真有如此容忍的哑量 反正是让旁观的 仙人嘖嘖称赞 因为这惹人非议的 暧昧关系 她的成功难免会被 归因其他 但陈妙音却依然不失 为神奇女子 毕竟不论是当年江湖 大哥的妙龄女友 还是如今豪门大佬的 红颜之己 她从来不是单纯 依附旁人的 隆中精确 做演员时 她拼得一身伤病 闯事业时 也是实打实的 重逢陷阵 才赚的亿万身家 光鲜背后的荣辱得失 也就任凭她任凭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罪一记 记起关注哦 请按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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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t加木区六 needle